骨質骨質 因為女性尤其是在修經之後 因為女性賀爾蒙就會下降 所以會導致骨質流出比較快 但如果去到六、七十歲 應該是老一點 男性就被你追上來 可能就合兩個女性一個男性 這是一個大的數字 因為不同年紀的時候 量度骨質真的有不同 這個數量成因 第一 剛才所說的 最大部份都是原發性骨質疏鬆 是沒有原因的 一個自然的年紀大了 女性加上修經的時候 賀爾蒙流失了 這些是原發性的 但如果是年輕的 有什麼原因呢 可能是一些計發性 它本身不是正常骨質疏鬆 譬如有什麼情況呢 譬如有腹甲狀腺的腫瘤 又或者有腎病 或者是一些長期病患 例如一些雷風俗關節炎 或者他要吃一些雷固醇 這些都會導致一個骨質流失 甚至是骨質疏鬆的情況 當然坊間可能有些人用一些 不太正路的方法 例如藥物 去另一個人減肥 那些就零計了 例如一些甲狀腺素 另一個人的症癌度快了 就會將體重減輕 但這些情況就真的會引致骨質疏鬆 但如果單靠食物去避免骨質疏鬆 又是很難的 因為始終它只是一個補充劑 它就不可能完全避免骨質疏鬆的情況 因為如果我們一個人去找一個骨質密度鏡 我們簡稱為DEXA 通常可以量到骨質量到多少 第一是正常 再差一點就是骨質稀疏鬆 之後就是骨質疏鬆 當然如果老人家 我們覺得如果他未去疏鬆的程度 他吃一些鈣質食物 我們都會覺得是歡迎 應該幫得到手 但如果去到骨質疏鬆 如果單靠食鈣去幫助到的機會 未必很大 可能就需要考慮藥物方面的治療 對於有濕頭骨痛的人來說 我們怎樣起床會舒服一點呢 就是把我們的重心 盡量傾向前的濕頭骨位置 保持背部挺直 如果有需要 就可能按著腳 也會舒緩到濕頭骨的壓力 就像現在這樣 準備起床就按著 身體向前傾 保持腰背挺直 然後用手按著 就開始起到身了